61 Financial 2月21日讯 涅童公司NICOX Limited于周二早间宣布 已在其西奥Dawolinu涅矿项目开始详细的加密土壤采样计划 以扩大近期完善的四个优先把区 采样计划预计将在本周内完成 并在三月季末前返回分析结果 Dawolinu涅矿项目位于西奥Julimar东北150公里处的Bara-Bara绿岩带 占地86平方公里 本月初完成的近距离无人机磁力勘测 结合历史和现有土壤样本 确认了明确的涅酮博足元素勘探靶区 该数据的初步解释表明 以涅酮博足元素矿化为目标的Bara-Bara绿岩带侵入体 是一个折叠的片状体 在这个地平线周围 有四个区域的地球化学数据中出现了异常的涅酮和博足元素金属值 录得最高品位博足元素记录 这是NICOX后续勘探的优先靶区 在100米X200米的网格上完成调查后 NICOX目前开始在50米X50米的网格上 进行详细的加密土壤地球化学采样计划 预计将在本周内完成 并在3月季末前返回分析结果 随后将进行地面电磁勘测 以测试潜在的大量涅酮博足元素硫化物 这些结果将为该项目的首次钻探计划定把 一旦相关许可证获批 公司将开始钻探工作 以寻求Julimar风格的涅酮博足元素矿化 NICOX董事总经理Matt Gauchy表示 勘探团队对这4个高度优先把区的前景 感到非常有信心 进行的加密土壤采样计划同时 我们还在推进电磁勘测和钻探许可 以推进DAO Wallinu涅矿项目 NKL近三个月股价走势